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芹菜它作为一种常见的蔬菜 不仅在烹饪中常被食用 还是一种能够预防和医疗多种疾病的 保健、养生、食品 其蛋白质含量远高于其他的瓜果、蔬菜 而且铁元素含量更比番茄多20倍 芹菜它属于适合所有人群的 今天就用它分享一个很不一样的吃法 特别适合山高人群去食用 经常煮来吃的话 可以稳定血压、稳定血糖 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脂 而且还特别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群去食用 我们首先准备这种小香芹 一定要小香芹 这种口感会更好 而且吃起来更香 其实很多人在吃芹菜的时候 都是只吃这个芹菜的根茎部位 而这些芹菜叶子会直接扔掉 其实芹菜的叶子所含的营养成分远高于芹菜的根茎 营养学家通过对芹菜茎和芹菜叶进行了13项营养成分测试 发现芹菜的叶子有十多项指标超过了芹菜的进步 其中胡萝卜素含量就是根茎的6倍 维生素C也是根茎的13倍 它的维生素B1 蛋白质和钙含量都是比根茎要高 我们先把芹菜的根给它去除 然后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芹菜中含有一种叫做芹菜树的物质 具有很好的扩张血管的 能够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人群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另外芹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降低胆固醇结合 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促进消化 芹菜中的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能够帮助排便 预防便秘 还能够抗氧化 因为芹菜中富含多种抗氧化的物质 如类环酮、维生素C等 可以清除体内的滋油肌 减缓衰老过程 另外还能够清热解毒 芹菜具有清热解毒 逆尿消肿的作用 对于一些肥胖人群 热毒症如咽喉肿痛、牙龈肿痛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肥胖人群经常吃的话 还能够减脂、瘦身 清洗干净的芹菜 我们把它切成芹菜碎 切好,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的香菜 香菜也叫做圆须 也是一种常见的调味蔬菜 它的味道很独特 深受许多人的喜爱 然而除了美味之外 香菜还有许多的健康益处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可以常吃一些香菜 可以改善心脏健康 香菜中的钾可以帮助调节血压 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此外香菜中含有抗氧化剂 它可以帮助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 能够帮助消化 香菜中的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改善消化 香菜还有助于消化胃部不适和胀气的作用 有一些研究还发现 香菜中的抗氧化剂和其他的化合物 还有助于防止癌症的发生 例如香菜中的抗氧化剂可以翻去 DHA损伤 从而降低癌症风险 还能够保护中老年朋友的视力 因为香菜中的维生素A 对眼睛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维生素A可以保护眼睛免受 老年性黄斑性和白肋胀的影响 还可以有效的提高免疫力 香菜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能够帮助身体抵抗疾病提高免疫力 香菜的根部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也切成香菜水 接下来准备两个比较嫩的小青椒 这种青椒是不辣的 如果能吃辣的可以加入两个小米椒哦 青椒也是可以调节血糖和血压的 但是不能大量食用 也不能吃过辣的 青椒是一种很健康的蔬菜 它含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 然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青椒还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 它可以帮助身体抵抗疾病 促进免疫系统健康 维生素C还可以帮助身体细胞 更好的利用胰岛素 能够降低血糖水平 另外 膳食纤维还可以帮助身体 缓慢吸收糖分 避免血糖水平上升 可以帮助身体控制胆固醇水平 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加入少许食用盐 和一点点的鸡精 再加入两小勺的这种 无盐的虾皮 虾皮被誉为天然的钙库 对于老年人和儿童 父女都有一定的补盖效果 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还可以保护心血管 因为虾皮中的铁元素和铁元素含量很高 有调节心脏活动的作用 还能够清除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 起到保护心血管系统 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虾皮中的营养物质 还有助于缓解神经衰弱 改善睡眠质量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经常的吃一些虾皮 不管是煮汤还是煮粥 都可以放上一小把哟 接下来打入一颗鸡蛋 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均匀后再加入适量的黑全麦粉 注意这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加水的 因为里面的蔬菜加入盐后 它会出现水分 接着加入黑全麦粉的话 搅拌融化 搅成比较浓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黑全麦粉它是属于粗粮 也是非常的健康 很适合减肥人群 或者是上高人群去使用 既能够饱腹又没有负担 因为它是粗粮 上食纤维含量比金米白面都要高一些 多吃也不会感觉负担 而且还能够饱腹 搅拌成比较浓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电饼趁加热 喷入少许食用油 把我们调好的面糊 一个一个放进来 整理成饼状 盖上盖子用中小火 慢慢烙至两面金环手透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大约需要五分钟就可以熟透了 像这样金环酥脆的表面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来的蔬菜早餐饼非常的香 外表是酥酥脆脆的 里面是软软糯糯的 特别适合早餐吃 里面用到的食材也是很健康又营养 多吃也不会感觉有负担 适合上高人群或者是减肥人群去食用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